面前这位已婚的40多岁男士,他从来不跟老婆女儿一起吃晚饭,因为他有个不寻常的小秘密,就是酷爱在火车上独自小酌。 这位在社保监察部门工作的上班族高工,接二个到了本周的仙台市。 他平时带的公文包,除了办公文件,还塞着一整套高档餐酒具,这些都是为了他归途中的那一举杯预备的。 下班后,他向老婆汇报了行程,接着说自己晚饭外面吃。 今天要做的新干线,6点22分发车,现在还有一个半小时才发车,这段时间正好可以买点下韭菜和好酒。 提到仙台的好吃的,必须说说牛舌、毛豆泥和竹叶鱼糕。 这儿的中华冷面也挺值得尝尝的,虽然那些经典美食挺好吃的,但高宫还想找新奇地吃的。 走过树荫小道,高宫找到了家卖汁仓烧的甜点店,好奇驱使他想进去瞧瞧,听说是以仙台名人命名的日式甜点。 软棉外皮裹着放核桃的白豆鲜,每个都是手工做的。 一个卖2419日元,高宫就挑了小包的,带着五小份想尝尝胃。 挑韭菜的时刻到了,高宫逛街时发现了这家,售卖炸豆腐和鱼糕的小店。 这儿的鱼糕都是松鱼做的,看起来和常见的竹叶鱼糕不太一样。 于是高宫也买了一份试试。 今晚的主食早就选好了,就是来仙台必吃的竹叶鱼群边寿司。 这是他之前网上看到种草的,快要发车了,现在就差选酒了。 这里的酒种类真是多得眼花缭乱。 这种本地酒用的是特殊的米和酒酿,限量版还是仙台当地产的,税达。 搭配本地美食就是绝配,特别是看到瓶上那个限定的标签, 简直无法抗拒他的魅力。 手持车票的高宫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座位。 他急忙脱下西装外套,调好座椅舒适地坐下,开始准备晚上喝酒的事。 从发车到东京得一小时三十四分钟,得把每秒都利用好。 高宫先生赶紧从手提包里,掏出专用的餐具和酒杯, 然后把鱼糕、寿司和日本酒都摆到小桌子上。 他习惯了吃前先拍几张照分享,改了文字, 发个动态秀一下晚上喝酒,这些搞定后给自己倒满一杯。 酒看着清澈,喝下去鼻子里响起深沉的声音, 都是因为酒浓烈又辣。 味道在嘴里挥之不去,真是太香了。 先用鱼糕下酒,油炸后的鱼糕油润润的, 一吃就是豆腐的华和海鲜的味道。 这食物吃起来有两重味,外观看着以为清淡。 没想到外酥里嫩意外惊喜,真是太神奇了。 越嚼越有鱼和豆香,香气四溢,不知不觉就想喝酒配。 酒的微酸完美搭豆味,真的让今晚的小桌完美开场。 接下来该轮到主菜登场了。 打开盒子,看见半片清明和用竹叶包的寿司。 选的好的碟鱼和米饭完美结合。 轻轻一嚼就满嘴油香。 鱼肉加醋饭简直绝配。 再来口肠胃的酒,嘴里的油脂味被酒完全带走。 可这美好转瞬即逝,很快就只剩最后一块寿司了。 含着依依不舍一口咽下。 拿杯酒把美味送进肚,满脸幸福地笑。 举杯饮尽杯中酒,高宫又从包里掏出。 一份未增烟的奶酪。 这是他随手买酒时发现的。 日式与西式风味绝佳。 售价才594日元。 拆开包装巧克力色泽。 质地也像熟能生巧似的。 轻加一小片光是闻香就觉得美味。 浓郁之势在舌头上慢慢融化的感觉。 接着是那股浓烈的美味冲击。 除了美味,真找不到别的词。 搭着当地的清酒在口中完美交融。 高宫发誓可以吃个美丸。 当时要是多带点就好了。 不过这点点留恋或许也是美。 毕竟有点遗憾。 才凸显出它的珍贵美味。 晚上喝酒,差不多结束了。 轮到高宫的点心时间。 仙台买的支苍梢终于上桌了。 简单的包装里, 藏着更简朴的饼体。 但闻着有股很清新的甜。 外皮松软,轻轻一碰就散开。 里面的豆沙色泽通透。 闪着独特的光泽。 一口下去, 甜度刚好还有奶油的香浓。 核桃的香味,口感很突出。 跟豆腺的高级味道完美搭配。 真让人忍不住怀旧。 难怪仙台人60年来一直爱吃苍梢。 这小吃虽简单, 但味道各有特色。 今天的新干县居酒屋, 又带来美妙的婉拙体验。 在社保公司监察室工作的高宫。 去了大骑士的古川站。 但今天不常见地搞砸了工作。 给分布的伙伴们添了不少麻烦。 不过无精打采的沮丧可不行。 决定买些好吃的在回家的新干线上。 好好犒劳一番自己。 高宫驾车前往了附近的高速服务区。 他记得, 这个地方好像是在某旅游杂志榜上。 排名第一的, 各种各样美食的柜台琳琅满目。 有冰淇淋、炒面、烤马蜀。 还有鲜台牛肉可乐饼。 每样都诱人。 但高宫直接锁定。 800日元的猪排骨, 味道满分。 这部位特别珍贵, 一头猪只有8份。 用特制香料腌10天。 细心烤之后, 才有那绵软多汁的顶级味道。 看图就明白这猪排绝对地道。 所以高宫马上买了一份。 想象中的高速服务区超市里, 居然还能买到新鲜蔬菜。 但高宫肯定没法在新干线上做菜。 就买了紫苏卷。 想配合日本酒的味道。 自然选的是辣的。 考虑到已经有猪排和紫苏卷当下酒菜。 高宫又想吃米饭。 于是他就去了当地的一家食堂。 带了份冻豆腐盖饭外卖。 今儿刚好赶上了火车。 一找到座位, 高宫立马掏出自备的餐具。 然后就用小盘子和酒杯, 把吃的喝的都摆在桌上。 接着是挑的酒。 本来高宫想买个叫竹叶节的, 但听了老板推荐。 他最后选了个叫公寒梅的清酒。 据说这种酒在打开瓶盖的时候, 会给人以不得了的惊喜。 他先给自己晚上喝的酒, 拍了照片然后传到了网上。 然后照着酒馆老板的话, 慢慢开瓶盖。 突然一阵花香直扑鼻尖。 那花香迅速四处弥漫。 仿佛春天的气息, 高宫的脸上立刻浮现笑容。 熟练地给自己来了杯开味酒。 新干县居酒屋正式开业了。 刚进门就是那种浓郁的香味。 但喝过之后, 感觉特别爽口。 像是春天到了, 心情都美美的。 只需喝一杯, 就能感觉到那种奢华又愉快的味道。 先尝尝东北的地道食物紫苏卷。 一串有三个。 是高宫超爱的零食。 一口气吃一个整的。 炸得酥脆的紫苏, 散发出带甜的味增风味。 里面满满的核桃仁也超好吃。 随后冒出的辣椒辣味让人上瘾。 现在来点本地家酿简直太大了。 然后试试搭酒的招牌菜。 花了800日元买的超瘦好评的烤猪排。 每块都跟麻将排差不多大。 外皮烤的微焦, 香味扑鼻。 一咬里面却是软嫩多汁的。 黑胡椒颗粒拉满绝辣的加分项。 搭上米饭。 简直是妙不可言。 肉还没吃完。 高宫就又喝了口花香四溢的酒。 这种新奇的搭配真是太棒了。 接着轮到主食亮相。 这还是高宫首次见到冻豆腐盖饭。 本是豆腐。 先看着倒向炸猪排饭。 吃之前要把白葱、紫苏叶和红浆依次撒在饭上。 我要开吃了。 不止外观像炸猪排。 连味道都很接近。 但比起炸猪排还要有劲。 让人都忘了这原来是豆腐。 这是做盖饭用的冻豆腐。 和一般的冷冻豆腐不一样。 普通豆腐得先弄干。 而这一种是直接在冰冻的状态下发酵成的。 制作完成之后用甜辣味的酱料调味。 炸制之后再加入鸡蛋。 就成了焦头多汁的冻豆腐盖饭。 虽然分量足, 但是充满了蛋香。 热量低吃着健康。 大碗吃完也毫无负担。 只见高宫提起碗冻快快速。 一会儿一大碗就吃光了。 饭基本上吃得差不多了。 现在得靠喝酒来渡过去往东京的路上了。 高宫瞅了瞅自己带的包。 记起来还带了冰淇淋上车。 本来打算给小孩带的土特产。 现在不如自己先吃了吧。 这还是在酒馆发现的意大利式冰淇淋。 还是和公寒梅一家酒厂出的。 闻着有那种淡淡的日本酒香味。 口感也挺软糯的。 但入口即是清新而又浓郁。 将酒泼的深厚与牛奶的甜蜜。 完美地融为一体。 当作餐后解腻的甜点挺好。 最后一杯佳酿入喉。 高宫在这两小时的体验中。 感到美酒与美食的鼓舞。 他忽然意识到。 不能因一时的工作挫折而灰心丧气。 无论是生活或是工作都应该积极面对。 但今儿得去接女儿的芭蕾舞课。 应老婆的请求。 他答应了接女儿。 尽管如此。 他还是要在新干线上喝点小酒。 在社会保险公司做内审的。 上班族高宫又来到了仙台。 今天打算买碗灼食材的地方。 世家有历史的地下市场。 那儿常藏着城里最正宗、最好吃的吃食。 既然时间还早。 那就去这儿吧。 这儿摆满了新鲜食材。 还有仙台的地道小吃。 挺配家里晚上边喝酒边吃的。 一种叫定义山三角炸豆腐的食物。 吸引了高宫的注意。 服务员说这是当地特产。 热一热撒上七味粉。 再零点酱油,觉了正合适配酒。 听小姐姐一介绍。 高宫心里头就燃起了。 今晚非吃油豆腐不可的决心。 可惜新淡线上没法热。 好在有家店用这油豆腐搞了道小菜。 先用120度热油炸掉油豆腐的腥味。 然后用190度油温。 让豆腐外皮酥脆。 再加香菇豆角当佐菜。 这样不就行了吗? 接下来得赶紧去买酒。 毕竟晚上喝点酒是关键。 今天高宫打算买。 仙台那家出名的苹果酒。 用的是甜中带酸的富士苹果。 还有工程馅酸苹果。 加上长香丝葡萄。 一瓶只要880日元。 差不多就40多块人民币。 但想到喝完酒去接女儿上舞蹈课不太好。 但苹果酒的味道更清爽。 那就没啥问题了。 等到天黑。 高宫终于坐上了回家的新干线。 习惯性地把座位调到最舒服的位置。 然后摘下外套和手表。 用自己的餐具。 把韭菜一一摆好在小桌子上。 今天回家得花一小时35分钟。 看来,今天又能慢慢享受晚餐了。 准备工作做好后, 就给自己倒杯苹果酒。 味道是苹果的。 但颜色淡黄。 喝下去是酸爽的苹果味。 还有葡萄的浓郁香气。 这种清爽又刺激食欲的酸味。 真是太适合大人了。 喝起来就像山泉水。 爽口气泡,带点微辣感觉。 不伤喉咙。 直接勾起高宫的胃口。 低口就迷上了初次遇到的。 扇三角炸豆腐。 豆腐外观油量厚实可见。 外油内松,口感超级软。 清晰品尝到豆香和甜味。 高宫第一次尝到这味的豆腐。 还和苹果酒的清爽,味道很配。 遇到了闻所未闻的美味。 这就是高宫新干县居酒屋的乐趣。 下次得尝尝。 撒上七味粉和酱油,味道如何。 前菜一碗,主菜轮上厂。 这包装肯定不便宜。 这鲜台牛肉饭。 可是,花了高宫整整1800日元。 合人民币90多。 新鲜的鲜台牛肉一口。 油水都浮上来了。 A5等级牛肉。 指甲盐和黑胡椒也超好吃。 加起一大片牛肉。 光闻就闻到奶香。 加上烤出的焦香味。 一口下去又软又嫩之多味美。 酱油香气扑鼻黄油味浓郁。 肉甜油香与苹果酒的微酸完美结合。 带来全新的美味体验。 满是酱汁的米饭也特别诱人。 太豪华了。 把A5和牛肉和饭混一块吃。 赶紧狼吞虎咽才对。 旁边那道腌牛肉质量超好。 听说只加了点食盐。 追求纯天然的顶级味道。 一吃进去, 就是那种融化在嘴里的感觉和肉的鲜美。 虽然没红酒配这好肉有点可惜。 但搭配清新的当地苹果酒也不赖。 能让牛肉的油腻味消失。 真是完美的搭配。 餐后吃的大福甜得恰到好处。 买的时候大福是冻的。 要常温回温一小时, 才能达到最佳的赏味时间。 高宫仔细算过时间。 现在正是时候。 一大盒里分别有抹茶奶油还有毛豆。 和备茶四种味道。 我们先尝尝备茶味的吧。 有点凉意,反而更好吃。 里头添了鲜奶油和红豆沙。 备茶味也挺浓的。 亮点是里面包的那部分。 软糯的年糕搭配咸梅。 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。 毛豆口味的内馅使用的。 是仙台最有名的毛豆泥。 吃起来既酥脆又细腻带点甜。 今晚的新干县居酒屋也到打烊时间了。 看女儿跳舞的旧照。 高宫盼着十年后。 全家能共酌欢庆。 可是十年眨眼就过。 所以得更珍惜眼前。 今天下班,出乎意料提前。 高宫打算步行去车站。 一路还想找找火车上喝酒的小菜。 她今天的主要任务。 是搞到那款新兴面衣酒的酒。 三年前她才开始一个人在新干线上小桌。 无意中听到两个喝醉了的旅客提到。 一个叫基伦门的酒,特别好喝。 这是一款用超扁平精米技术酿造出来的酒。 就是将糙米面上的任何部位都销成同等的厚度。 这样酿出的酒,既浓烈又几乎不含杂质。 肯定啥菜都能配。 这么好喝的酒价格还很清明。 一大瓶仅售四千日元。 差不多只要二百块人民币。 对于天生爱酒的高宫来说,有种食物跟着酒简直绝配。 那就是饭团。 听说,只要是口味纯净的酒,就特别适合拌饭吃。 她马上用手机找附近的饭团店。 找到两个选项。 都是当地口碑很好的地方。 一家是当地人爱了四十年的饭团店。 被叫做喂饭的杂炊饭团最受欢迎。 一口下去,难以忘怀。 另一家是刚开的新店,不足五年。 这家店用晒干的米做的饭团特别软。 而且特别挑食材。 做出的饭团也很精美。 两家各有千秋。 看高宫的表情就知道选哪家好男。 犹豫了会。 她最后决定买老店的杂炊饭团。 毕竟口碑积了四十年,味道肯定尚尚的。 这么地道的风味,怎会轻易舍的。 走了没几步,她又停住了。 真的要选这个吗? 高宫脑里一直浮现着。 碳火烤的银归鱼饭团。 这种不常见的美味可不是随处能吃到的。 两种美食都舍不得。 纠结中挣扎。 她最终还是走进了那家新开的店。 一踏进门,烤鱼香气四溢。 鱼肉在烤架上滴着油花。 皮也烤得脆嘎嘎的。 高宫忍不住点了份碳烤鱼饭团。 饭里裹着烤鲜鱼, 再把它压成三角形。 用手一捏米粒锦饰, 就做成一个圆润的饭团。 紧接着, 高宫又去了那家四十年的老店。 看着古色古香的门面, 就知道里面的东西一定好吃。 每个饭团都井井有条的。 摆在透明货架上, 杂吹饭饭团立刻就赢得了高宫的喜爱。 当然, 光用饭团配酒, 太单调了。 下酒菜得选点能补充蛋白质的才行。 高宫那边的郡山养的鲤鱼特别出名, 所以他在一家酒吧点了份炸鲤鱼。 天黑了, 高宫顺利做上了新干线。 他像往常一样拿出包里的特制工具, 把所有好吃的都摆在前面的小桌子上。 高宫先给自己蒸了杯酒, 奖励一天的辛劳。 他本来因为鲤鱼的土味, 不太爱吃, 但他的原则是要品尝各地的特产。 那家居酒屋原本有鲤鱼刺身, 但对于高宫来说, 味道上和心理上, 都还有些无法接受。 那就吃炸鲤鱼来试试, 克服这心理障碍。 再站点塔塔酱, 一入口就是酥脆生香。 想象的土味完全没有, 反倒比河豚还嫩, 比蝶鱼还紧实。 最棒的是, 价钱比这两鱼便宜多了。 配清新的酒简直完美。 吃到最后一口鱼的时候, 高宫露出满意的笑。 接下来是吃主食的时候, 再来一杯酒吧。 先尝尝烤鱼饭团。 大米摸得很细的味道, 天然的香气十足。 饭团里藏着整块鱼, 烤炉香味特别浓。 精品牛棒做小菜。 甜辣味真是配饭绝了。 炸鸡虽然凉了不脆, 用芝麻的口感弥补了。 老字号的饭团留到最后享受。 一口下去就超级好吃。 真好我最后决定买了两家的饭团, 不然就后悔好几年了。 吃完那个味道, 简单的饭团。 接下来就是吃甜品的时候。 这是郡山当地特别受欢迎的奶油方包。 口感超级软和细腻。 用了好多牛奶, 吃起来很顺滑。 面包片上涂的是少糖奶油。 就算是很注意身材的人吃了也没关系, 压力也不会太大。 高宫几口气把面包全吃了, 因为这种美味实在太诱人了。 火车快到站了, 高宫把剩下的酒和餐具都收到包里了。 但我一直很好奇, 占了汤汁的碟子, 难道就这么放包里带回家? 在社保公司做内省的上班族高宫, 下班后满是沮丧地在宇都公街上走。 没想到看到一个奇特的实相, 走近一瞧, 居然是个饺子版的维纳斯雕像。 足以证明宇都公饺子的吸引力有多强。 不过想到从宇都公坐新干线回东京, 只需五十分钟。 这短短的旅程, 对挑晚餐食材可是个大考验, 高宫于是下定决心。 来宇都公就该小拙, 当然得吃饺子配冷皮, 再来个小菜就行。 他偶遇一家, 卖头盔炸鸡的摊位, 鸡块大道地在滚油里炸, 到外酥里嫩才捞起。 这玩意儿和啤酒也挺配。 接下来是宇都公饺子街, 街上路灯都是尖角模样, 井盖都画着饺子, 就连四十多岁的大叔, 也被这小细节萌到, 热衷拍照的高宫, 忽然看了下手表, 于是选了离车站。 最近的饺子店, 这样上车后, 还能吃到刚出炉的饺子, 味道棒极了, 格外独特的是, 这边的饺子考虑到得在车上吃, 所以没放大蒜, 饱满的饺子底部煎出好看的冰花, 五个正好适合一个人小酌的量, 试试蘸着蛋黄酱吃我们的饺子吧。 这种新颖的吃法, 引起了高宫的兴趣, 到了时间就登上新干线, 车厢里今天还是不太拥挤, 高宫松开了衬衫领口的扭扣, 和手腕上的表, 让自己舒坦到极点, 然后掏出专用的餐具, 这样高宫的, 新干线居酒屋就开张了, 先把饺子包装撕开, 谁料饺子还带点温, 今儿高宫喝的啤酒叫饺子浪漫, 这啤酒特为搭饺饭尿, 一瓶才五百五十日元, 从餐具包里抽出开瓶器, 我先给自己来杯啤酒, 手艺咸熟地倒出, 啤酒泡沫分布得刚好, 我开始喝了。 啤酒冰爽地连杯子外面都, 水雾细腻地弥漫, 香气诱人, 小麦味也令人难以抗拒, 高宫立马食欲大开, 该大块朵一煎饺的时候了, 高宫先把附送的调味料倒入小碟中, 然后抓起一个胖乎乎的煎饺, 这家的饺子皮挺厚的, 咬一口皮子, 软糯糯的, 肉汁越嚼越粗, 虽然肉多, 但是白菜的清甜也挺足, 吃完一个赶紧喝口啤酒, 就是饺子配啤酒的绝配, 煎饺香味和啤酒的香甜, 搭出了完美的味道, 高宫突然寄起服务员的推荐, 试试蘸点蛋黄酱加辣椒粉, 再微黄的蛋黄酱撒点红辣椒粉, 让饺子多沾点酱, 一口气吞掉一个, 味道真的挺新鲜, 饺子皮Q弹和蛋黄酱很配, 配啤酒简直太上头了, 饺子一吃今天的旅行也过半了, 下面是炸鸡头盔的时刻, 两块摆一块真像个头盔, 个子挺大, 让高宫犹豫该从哪开动, 手里垫张稀油纸, 一口气咬下炸鸡大块, 外皮碰牙那可, 就听见咔咔的酥脆声, 里面的鸡肉又嫩又多汁, 虽然只用了盐和胡椒调味, 但这正好品尝食材本味, 和炸的火候刚刚好, 新鲜食材要的就是简单做法, 鲜嫩鸡翅搭配蛋味鸡胸, 还有脆嘎的鸡软骨, 每个部位味道各不同, 这就是炸扮鸡的乐趣, 这时候啤酒最对位, 碳酸把炸鸡油脂洗干净, 夜色建农车还没到, 高宫拿出新酒杯, 想喝杯餐后酒享受下, 偶然发现了这瓶蜂蜜酒, 色泽精亮透明, 另外高宫还买了点柠檬味的爆冰, 味道清新让人想起而识, 甜与酸的搭配刚好, 这时候给自己来一杯蜂蜜酒, 喝一口能尝到蜂蜜的甜, 还留着淡淡的鱼香, 但要是想让酒更好喝, 就得需要点大胆的创意, 高宫把爆冰的柠檬挖出, 加冰茶放进酒杯里, 变成了蜂蜜柠檬酒, 这样轻微变动就能让原有的食材焕发腥味, 下班时分, 做新干线上感到舒服极了, 那时高宫突然意识到, 好久没跟妻子享受这种放松时间了, 索性趁着好久不见跟妻子去喝杯酒吧, 今天下班特别早, 高宫决定走路去车站, 顺便找找火车上喝酒的小吃, 今天她的主要任务, 是买到一款梦寐以求的酒, 三年前她刚开始火车上喝酒时, 无意间听到两个喝醉的乘客提到, 一款叫纪轮门的酒味道很棒, 这酒是用一种叫超扁平金米的技术酿的, 就是把糙米的每个部分都磨成一样的厚度, 这样一来制酒过程中, 就能得到激烈又纯净的味道, 跟任何菜都能很配, 这酒好喝又便宜, 一大瓶才4000人员, 约合人民币200元, 对爱酒如命的高宫来说, 有种食物最配这酒, 那就是饭团, 说是越无杂味的酒越配米饭, 她查了查手机找附近的饭团店, 谈出了两个选项, 都是当地停火的, 一个已经身受当地人爱了40年, 纳的味饭杂炊饭团特别受欢迎, 一吃就难以忘怀, 另一个是开了不到五年的新店, 他们用日晒风干的米煮得软绵绵的, 而且很讲究食材, 做出的饭团外形也很精美, 两家店都有自己的招牌, 看高宫那表情选哪个都难, 犹豫了一会, 她打算去老店买杂炊饭团, 40年的好评味道肯定靠谱, 这种家常味谁都舍不得放弃, 可才走几步她又停住了, 真的选对了吗? 高宫心里一直想着, 那个炭火烤的银鲑鱼饭团, 这种罕见的美味不是随处可遇, 两者都让人难以选择, 犹豫不绝中, 她走进了那家新开的店, 刚进门烤鱼香味扑面来, 鱼肉在烤架上慢慢滴油, 鱼皮变得又脆又香, 高宫忍不住点了炭烤鱼饭团, 连鱼肉被米饭紧紧包裹, 之后压成三角形状, 最后把米团紧紧地捏一捏, 就做成了一个圆滚滚的饭团, 然后高宫又去了那个开了40年的老店, 三老抱中人, 店面老实但看着就觉得好吃, 每个饭团都摆得干干净净, 放在透明的货架上, 杂炊饭的饭团特别打动了高宫的心, 当然, 只用饭团配酒, 太单调了, 下酒得有点富含蛋白质的菜才行, 高宫住的郡山出产的鲤鱼特别有名, 于是他在一家居酒屋买了炸鲤鱼, 天黑了, 高宫顺利做上了新干线, 他像往常一样拿出专属工具, 把所有美味摆在面前的小桌上, 先给自己倒了杯酒, 奖励一天的辛苦, 高宫本来因为鲤鱼那土腥味, 不太喜欢吃, 但他坚持要尝遍各地特产, 原本那家居酒屋还有鲤鱼生鱼片, 但对高宫而言味道核心理上, 都还难以接受, 那就用炸鲤鱼来突破下心理障碍, 站点塔塔酱, 一咬式酥脆声, 意外的没那土腥味, 反倒比河豚更嫩, 比鲤鱼更紧实, 最妙的是, 这比前两鱼便宜多了, 搭清爽的酒简直完美, 啃完竹签上最后那块鱼肉, 高宫满意地笑了, 接下来该吃正餐了, 再倒一杯酒, 先试试炭烤银鲜鱼饭团, 大米的鲜味好极了, 那香味全是自然出的, 饭团里藏着整块鱼, 闻着就是浓烈的炭烤味, 边上的精品牛棒是小菜, 浓甜辣味特配米饭, 炸鸡冷了皮不脆, 但芝麻的口感补回来, 刘老店饭团最后吃, 一口就超满足, 真庆幸买了两家的饭团, 不然会遗憾好几年, 吃完简单的饭团, 下一个就是甜品, 这个奶油芳包是郡山灵魂食物, 口感柔软又湿润, 加了不少牛奶, 吃起来特别顺滑, 面包片厚厚的, 还抹了低糖奶油, 连挑食的人都能放心大吃, 不怕长胖, 高宫几口就把面包吞了, 毕竟这么好吃的东西, 谁能停得下来, 火车快到站了, 高宫赶紧把剩下的酒和餐具, 都收拾进包里了, 但我总是想, 那些沾了汤的小盘子, 真的就这样放包里带回去, 今天又去了宇都宫, 上次那五个超好吃的饺子, 他爱在网上找吃的, 最近爱上了酒配甜点, 恰巧宇都宫能满足他, 工作一结束, 他立刻冲到了家传的甜品店, 看着柜台上各式各样的甜品, 每种看起来都很诱人, 但他想要的不是这些, 您好, 这里有卖熏制羊羹吗? 柜台里的熏制羊羹售价1080元, 换算成人民币大概54元一份, 这款熏制羊羹用独特的熏法制成, 结合了陈年威士忌项目桶的烟熏香, 柚子的清心, 以及琼汁的清咸味道层次丰富, 特别适合喝酒时候, 高宫立刻买了一份, 下一步要找的是好酒了, 高宫早就准备好了, 听说卖这酒的, 是在洞里让酒成化的酒厂, 高宫开车再换电车, 大概50分钟后到了, 东木县的那虚乌山市, 路上碰到一个女的在烤鱼, 高宫忍不住也预定了一条, 这下有多样下酒菜了, 走在静谧的山间小径上, 高宫找到了洞穴酒窖, 哇, 请进, 门一开, 高宫对洞里的大空间惊呆了, 越往里走, 感觉越凉, 洞里全年平均温度大概10度, 四季温度和湿度都挺稳定, 阳光也进不来, 在这环境里酒不易还, 能在最好条件下成熟, 洞里还能寄存酒, 客人可以把成熟酒存着, 让他继续酿, 等到某个重要日子再去, 存放时间是5到20年不等, 费用也各不相同, 下了一段陡的楼梯, 高宫来到了品酒区, 尽管对常侍十年老酒很好奇, 但想配上盐烤鱼, 五年左右的酒味更对口, 接着他订了两瓶, 期盼着七年和十年的时刻, 能和长大的女儿们, 一起喝美味的陈酿, 做一个爸爸, 感觉真好, 接下来得买的是主食, 宇都公车站的便当, 绝对是必吃的美食, 心生将位, 看着挺诱人, 高宫二话不说, 就买了一盒, 晚上七点高宫准时坐上新干线, 照旧脱掉西装外套, 摘下手表, 让自己舒舒服服地坐好, 接着拿出他的专用餐具, 把今天买的酒和小菜, 都摆到面前的小桌子上, 弄好这些, 自然是要先尝一尝了, 这瓶躺在洞里五年的大营酿, 酒质明亮略带黄, 一口下去就能感受到, 滑顺且高档的口感, 低调的花香和轻微的成熟味, 混合着满满当当的口感, 来试试配酒的小菜吧, 盐烤鱼比想象的还紧实, 味道清新又美味特有的合鱼鲜, 咸淡适中, 和这瓶五年大营酿简直太配了, 吃完下酒菜就轮到便当出厂了, 一开盖看到生姜占据中心位置, 而便当里的每样菜, 都加了生姜, 先来试试酱汁拌的胡萝卜丝, 真的吃起来清脆解腻, 接下来是用木线的一克野洲鸡做的炸鸡, 生姜家的面糊让鸡肉味道更佳, 加一块米饭, 意外地发现米饭里也有惊喜, 居然还有好多鸡肉松, 这细节真细腥, 鸡肉松味道真好, 既鲜又甜, 还很浓, 配米饭刚刚好, 这招牌菜个头确实大, 一咬就是爽脆生, 味道是温和的辣, 配搭营酿简直绝了, 吃得七八分满, 接下来是最精彩的部分, 咱们要探索一个全新的领域了, 看看陈年老酒配甜品到底咋样, 小心地剥开羊羹一层层的精美包装, 显露的质地宛如琥珀, 烟熏味扑边来, 羊羹有两层不同的颜色, 上层是包着木线茂木柚子的穷枝, 底下是烟熏的黑糖羊羹, 一口下去高宫直呼过瘾, 这股熏香味太撩人了, 超浓烈的甜, 再加上柚子那淡淡的清新, 味道在嘴里完美融合, 接着来一口五年陈酒, 简直了, 老酒那回干味道, 配上烟熏羊羹刚好, 嘴里就像发生了奇妙反应, 这种享受, 只有成年人懂得呀, 列车快到站了, 高宫的新干线居酒屋, 今天又顺利关门了, 生活虽然每天都挺单调, 但偶尔是是新组合, 感觉还挺新鲜的, 四十岁的已婚男士爱在新干线上小酌几杯, 但很少陪老婆和俩女儿吃晚饭, 这并没让他妻子暴跳如雷, 本来今晚约了老婆, 要来一场二人世界的约会, 他忽然被派到外地, 这让他妻子冷战了, 早上发的信息到下午都时辰大海, 上班的高宫在社保的内审市, 今天来到了青森县的巴护市, 因为是临时的工作命令, 高宫没能提前做调查, 想找好酒和小菜也没门, 索性不转悠, 直接回了, 虽然这么决定了, 但高宫还是跑去了家卖特色食品的超市, 就是为了尝尝同事们都赞不绝口的炸鸡排, 听说那是出自巴护市的招牌好吃的, 真倒霉, 运气这么被连喝口水都能噎着, 结果居然卖光了, 真够没的, 太让人失望了嘛, 正当高宫失落时, 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女士出现在附近, 她的目光紧紧地锁定了高宫, 可能是察觉到, 她没能买到鸡排感到可惜, 女士便向她介绍了当地的鱿鱼和青花鱼特产, 甚至直接提出要开车带她去市场, 高宫没法拒绝这份热心, 但其实这位女士也有事情想求她, 因为给东京上学的儿子买了好多东西, 需要高宫帮忙搬这些货, 然后女士又带高宫回到市场, 一看这里的海鲜真是应有尽有, 就像打开了宝藏一样, 让人眼花缭乱, 简直不知道该从哪条起, 看见高宫鱿鱼不绝, 女人就推荐她吃盐自由鱼, 就用盐和内脏做的, 竟想鱿鱼的精华, 而且很便宜只要500日元, 差不多等于25元人民币, 张鱼仔也是配酒的绝配, 因为要等上新干线再吃, 高宫连尝都没尝, 直接买了一份请老板打包, 这位女士提到她在港口, 开了家小酒吧, 又劝高宫既然难得来巴护, 不妨好好看看大海, 再到她店里喝杯酒, 然后再回东京, 于是就来到了这里, 女士又一次邀请高宫到她的店喝东西, 错过墨, 搬车也没关系, 那有地方住, 第二天还能去逛早市, 还可以参观酿酒厂, 尝尝当地酒, 如果方便的话, 来我家也行, 看高宫一脸尬样, 那女生解释, 说她就是在开玩笑, 毕竟她有一滴恋的另一半呢, 夜幕下, 女生把高宫送到车站, 高宫轻轻低头, 向她道了线, 刚坐上车高宫就迫不及待, 把吃的喝的都摊开在小桌上, 今晚要喝的是一瓶, 超辣的陆澳南山唇米酒, 听说冰了喝, 特别过瘾, 轻轻一口, 辣得不寻常, 一开始只是微辣, 然后味道在嘴里慢慢扑开, 高宫不由地笑了, 看来今晚得痛快喝一尝, 再来点炎烟鱿鱼, 味浓而爽Q弹又耐嚼, 这就是鱿鱼新鲜的味道, 就像老板娘说的, 他们家的炎烟鱿鱼, 真是靠炎核心一作的, 绝对是配酒的绝佳小菜, 然后是章鱼的字子, 字子就是鱼的金巢, 小盘子里排着的是长方形的厚片, 夹起来感觉软绵绵的, 还会随着手动微微摇晃, 这口感说是章鱼的字子, 不如说是说不出的美味, 再加点酱油, 味道更像鱼饼或类似, 海里的马苏里拉奶酪, 真是个新奇的味道, 酒越喝越过瘾, 海鲜嚼着也更爽, 下一轮高宫选了烤扇贝串, 是巴户市场门口一小店卖的, 只是闻到香味, 高宫就情不自禁掏钱了, 这扇贝挺大的, 直接一口一个, 肉厚扇贝配上甜咸酱, 味道真棒, 炭火烤的缘故, 香味越来越浓, 所以冷了也很好吃, 主食很有意思, 那是临走时那女士给的, 是巴户里出名的虎斑青花鱼寿司, 眼前的青花鱼寿司肥美异常, 得好好享受才能感激它的心意, 于是一口气吞下, 和之前吃过的, 所有青花鱼寿司完全不一样, 就像整条青花鱼直接放上醋饭, 然后直接窃来做的, 简单却深刻, 那种味道让人难忘, 就是青花鱼最地道的味道, 高宫一家的家庭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新消息, 女儿连番的致谢让她有点搞不懂状况, 等老婆发来几张高档法国菜的照片, 她这才恍然大悟, 原来老婆带姑娘俩去吃大餐去了, 结账三万五千日元的单子全算在她头上, 这一下被他们算计了, 不过换个角度看花个三万五千日元, 就能避开家庭风波, 似乎也不是很亏, 下车前高宫细细想起, 生活里没什么假如, 但要是那晚没去新干县居酒屋, 平日出差路上的单调, 她会怎样消磨呢? 她今天到访的盛公司分部, 因为从事内奸工作, 所以每天几乎都在分部被人嫌, 不过她早已适应这日子, 今儿她倒是挺兴奋的, 高宫一离开分公司, 就打算去买今晚喝酒的菜, 兴奋是因为昨天, 公司给她买了特别的新干县票, 这意味着她今晚将有不一样的喝酒享受, 在街上走着的高宫拿出票来看, 想好好欣赏一下, 结果发现车是17点16分的, 她之前误会成了19, 16, 本来兴奋的高宫立刻急了起来, 因为离开车只有一个小时了, 但她还没买完食材, 从这儿到车站得走半小时, 只能路上看看小店, 找点特色小吃, 如果错过这趟特别的新干县, 只好改计划了, 想到这儿的高宫, 突然记得车站另一边, 有家卖茶饼的店, 当地挺出名的, 这个茶饼说是甜辣的, 其实更配日本酒, 犹豫了几秒, 她就直奔茶饼店买了份, 下酒菜搞定了, 主食喝酒就在车站买特长好了, 赶时间高宫边跑边喘, 想到这里啤酒也不错, 就顺便买瓶啤酒尝尝吧, 竟然无意中, 走进了超火的面包店, 而且今天居然没排队, 这机会不能错过, 高宫迅速走了进去, 心想一会赶紧去车站, 这店的面包都是现做的, 浓香奶油和甜甜红豆馅, 大方铺在软面包上, 店里的特色是加了碎苹果, 和奶油打发的酱一起做的, 店里特意出了混搭口味, 还有酱料分两种的套餐, 让客人多尝尝不同的味道, 高宫选了牛肉和莲藕拼盘, 他一直跑到河边, 买酒时间不多了, 更让他着急的是迷路了, 最后没赶上那趟特别新干线, 还是坐的老位置, 但对高宫而言, 就算坐着在奢侈的座位, 没配上得体的美食美酒, 达不到居酒屋新干线的水平, 那也白大, 他一上车就把各种美食, 全摆在自己面前的小桌上, 想到今天要完成, 碳水化合物三连的壮举, 高宫乐的严角都是皱纹了, 依旧拍摄今晚喝酒配的小菜, 发到网上, 接着给自己蒸一杯香醇佳酿, 好好犒赏心情一天的自己, 尽管这酒颜色看着像果汁汽水, 但实际上确实有五, 五度的, 酒精含量的苹果味啤酒, 一喝就是苹果和柚子的香气, 纯和的甜味配上紧致浓厚的酸味, 超级匹配面包, 面包就用最普通的塑料袋装着, 但品质一点也没降, 软面包里裹着满是酱的牛肉, 一咬先是软面包后是紧是牛肉, 滑腻的油脂和爽口的菜, 瞬间幸福感满满, 再试试莲藕馅的味道, 这味道高宫之前未尝过, 就像拔河一样的味道争夺, 让高宫沉醉在美味里, 牛肉和莲藕轮着来, 这面包马上就吃完了, 再来点清爽的果味啤酒, 立马把面包的油腻味给冲淡了, 干了这杯啤酒, 下一个就轮到日本酒了, 倒在透明杯子里, 清澈又香醇, 喝一口就特别舒心, 工作的烦恼也跟着一扫而空, 接下来的碳水换成米饭, 米饭可是超级好吃的美食, 要和清酒搭得有海鲜才行, 高宫从包里掏出一个小瓶子, 瓶里的食材分上中下三层, 从上往下是鱼籽, 扇贝, 还有切成丝的裙袋菜, 这是当地挺有名的瓶盖饭, 把瓶里的三样料铺在饭上, 先尝尝扇贝和鱼籽, 淡淡的咸味和海鲜的鲜美真配酒, 接着喝口清爽的日本酒, 带水果的香甜酸爽, 关键是吃起来超清爽, 居然拿这么好吃的当下酒菜, 高宫觉得自己喝酒越来越讲究了, 第三个碳水是带酱油味的茶饼, 本来以为味道就像酱油糯米团, 结果味道不单是这样, 这种黏黏糯糯的食物最能安慰人, 夜晚来临高宫的新干县酒馆快要关门了, 握着酒他不由地想起盛网的风光, 尽管很多人会吐槽, 他在火车上吃喝的举动, 但对他而言, 在允许的范围里, 尽情享受这种乐趣, 就是他人生的幸福时光, 在社保公司监察室工作的上班族高宫, 今天提早下班, 就坐新干县特地跑道, 新花卷站附近溜达溜达, 原以为一出站就能感受到城市的热闹, 结果连个人影都没, 四周只有些花草树木, 想找个卖吃的喝的店都没有, 坐车坐了好久, 结果来到这么个偏僻地方, 高宫忍不住喊了出来, 幸好不远处碰到了一名, 正在清洁车子的出租车司机, 司机大哥解释说, 新花卷站是新开的高铁站, 如果想要买东西的话, 就要打车去城市里, 想到回东京的新干县还早呢, 高宫就想着去市里转转了, 他问司机哪能买到特产, 司机师傅回答, 开车三十分钟能到一家酒庄, 那家店是花卷镇的骄傲, 看高宫似乎很感兴趣, 司机师傅赶紧启动了车, 然后他打开车后门, 热情邀请高宫坐进去, 两人首站直奔那家酒庄, 门一开迎面是个清新如面包店的布置, 玻璃后面排列着好几个大酒桶, 这儿不单卖酒还配饮料面包, 连小庄饰品都有卖, 成了花卷镇最IN的地方, 也是时尚的风向标, 上了二楼墙上, 立刻, 九个大龙头各代表一种酒, 服务员一一解释, 每一个龙头都对应着一种酒, 不用怀疑作为每天都喝酒的男人, 肯定会在这儿留下消费的, 司机把高宫带到的第二个地方, 是个卖猪肉食品的小店, 店里所有食品都用自家金猪肉做的, 自金猪就是吃当地泉水和粮食, 做的饲料长大的, 味道特别浓郁, 店员推荐了猪肉服给高宫, 高宫也买了点试试, 他们的下一站是一栋大楼, 电梯门一开暖暖的光线迎面来, 这就是那个超出名的食堂, 里面坐满了客人, 这份亲切让高宫想起了小时候, 店以前也关门过, 是当地人热情让这家店又活过来了, 橱窗里全是家常小菜, 但味道简直美翻天, 让人忘了回家, 一看这么多选项, 高宫有点猛, 在橱柜和收银台间转, 那好几圈, 才挑了那不乐丝面和炸猪排, 日落时分, 高宫坐上回东京的新干线, 一上车, 他就把整套餐聚盒, 好吃的好喝的, 放在眼前的小桌上, 拿开瓶器, 轻松开啤酒, 这啤酒, 是用岩手线的新鲜啤酒花酿的, 先用它来滋润下嗓子, 给辛苦一天的自己倒一杯, 感觉气泡都融进身体里了, 那华丽的香气和苦味, 似乎让人难以自拔, 然后试试白金猪肉做的肉腐, 一咬是甜味加油润的美妙感受, 和这啤酒绝配没错, 接下来是本地酿的葡萄酒, 真没想到高宫包里什么都有, 连开酒气都带了, 倒出来呈微黄透明色, 一喝就尝出柑橘的酸香, 味道在嘴里散开, 这酒用的葡萄是本地浓户种的, 所以味道特别清新, 没想到还挺配猪肉腐, 下一个是的是花卷的汉堡, 这用的是魔芋做的肉饼, 里头加了厚切西红柿, 和打成酱的蔬菜, 简直是健康版汉堡, 好吃的让高宫几口, 就把汉堡全吃了, 主食是在那个大众餐厅买的, 纳布勒斯一面配炸猪排, 这是高宫在那么多好吃的里, 犹豫了好久才挑的完美组合, 吃饭前得先发图上网, 然后才能开吃, 究竟是吃意大利面还是猪排呢? 得从那怀旧的童年味道开始, 番茄酱甜里带酸, 面条虽简单, 却很满足, 晚饭不能只讲究样子, 得吃实在的饱肚子, 猪排裹上浓郁酱汁, 酥脆外皮下是嫩猪肉, 这香味一下子把高宫带回了童年, 那时和家人逛百货的样子, 买完东西就迫不及待地去食堂吃饭, 看着琳琅满目的橱窗, 每一个都想吃, 最终还是选了儿童套餐, 高宫小时候爱收集儿童套餐的小旗子, 他梦想着将来能做飞行员, 现在变成了个风雨无阻, 却依旧拼命工作的大叔, 但似乎和梦想的差距没那么大, 毕竟现在还有好喝的酒, 今天的甜点是奶油塔和布丁, 香配的酒则是咖啡味道的, 属于高宫的路程还很长。